大家好,我是阿差亚 这个视频和各位分享一下Avada主题如何升级 在不注册的情况下怎么升级 从Avada主题7.3版本开始 在线升级主题和插件需要注册才可以 注册需要购买代码 一个购买代码是60美元 这个60美元对应的是一个购买代码 对应的是授权一个网站 那么在没有购买代码的情况下如何升级呢 其实Avada主题开发者也给了一个手动更新的方式 和各位分享一下 首先需要这么几个东西 一个是最新的主题包 这是7.4版本,8.26兆 还有一个是内核的最新插件 也是对应的是主题的7.41版本 主题是7.41 对应的核心插件也是要和主题这个版本适应的配合的版本才可以 还有一个是编辑器插件 这两个插件版本和主题的版本要对应才可以 不能说一个新版本的主题对应的是两个老版本的插件 这样是不可以的 或者说两个新版本的插件对应一个老主题 这样也是不可以的 因为Avada主题每一版本的升级它都会带动这两个插件的版本升级 它们三个是一组 这个版本要对应好 那么这两个文件是从哪获得的呢 从Avada主题开发者的官方网站是可以下载的 这个主题的原码是从SIMFOREST那个网站下载的 这三个文件我都放到了Avada主题的网盘里 仅供学习使用 如果长期使用 特别是企业建议购买60美元的授权 好下面正式开始 现在这个网站是7.31没有注册 是这样的 那怎么升级呢 先进入插件 先把这两个插件禁用 一个核心插件 一个编辑器插件 因为这是老版本 7.31的主题对应的是 核心插件是5.3.1 编辑器插件是3.3.1 注意后面的是3.1 升级之后 它对应的是4.1 再把这两个删除 因为我这两个插件都没做过修改 所以说可以放心的删除 删掉了 然后再进入外观 主题 现在是7.3.1 这个主题我也没做过修改 可以放心大胆的升级 如果你做过修改 建议先备份你修改的文件 升级之后 再还原或者是 在新版本的主题里 做对应的修改 我们先启用 wordpress默认的主题 这时候 Avada主题 它就空出来了 我们可以把它删掉 删掉之后 再安装新的主题 上传主题 再把这个8兆的主题包 千万不要把这个263兆的文件 上传到这里 这个在之前分享过 要上传它的主题包 这个完整包是包含主题包的 除了主题包之后 还有很多别的东西 它的大小很大 我们只需要用这个主题包 拖拖到这里 然后点击安装 安装成功 点击启用 这样就是7.4版本了 接下来 安装插件 进入插件 不要进入这里了 因为没有注册 如果你购买过商业授权 才可以正常的 安装这两个必要插件 5.4E和3.4E 注意版本 我们还是回到插件 安装插件 这都是手动安装 上传插件 把这两个插件 一个是核心 拖拖到这里 然后点击安装 然后启用 我全程都没有翻墙 也是可以用的 它的版本是5.4E 然后再安装插件 上传 核心弄完了 上传编辑器 再点击安装 安装成功 启用插件 这样一个主题 两个核心插件 两个必要插件 就安装好了 现在是自动汉化 因为我现在还没有汉化 这几个文件 汉化的方法 在之前也发过视频 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个视频只分享 如何手动更新 这也算是阿瓦达主题的官方 给的一个渠道 一个方式 但是我们如果用于商业使用 一个企业网站 特别是外贸网站 还是建议购买阿瓦达官方的 那个授权 60美元 六七四百二 也就四百多块钱 也没什么 对于一个企业来说 用正版还是更舒服一些 再看一下前台 可以正常使用 五四亿 三四亿 它现在已经汉化了 这是因为它现在 好了 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对你有帮助 我是阿柴尔 我们下次见